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7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周日向大家预告过,今天美国商务部将发布6月份的通胀数据 这个是全球资本市场都非常关注的重大事件 那么全球资本市场关注这个数据的原因主要是两个 第一是美国的通胀是否缓解 它会直接导致美联储调整利率政策的时间节点 第二方面,全球资本市场关注这个数据是因为要以此来判断美国离衰退有多远 如果通胀下降过快,它会导致美联储尽快减息 但是同时给全球的经济又带来应允 所以这两个角度是投资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今天公布的结果,坦率来讲是一种皆大欢喜 我们选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和评论 那么为什么众多的财经媒体为什么选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 因为LT注意到,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评论报道呢 两名作者之一就是被号称为美联储通讯社的那个狸克 就他经常被美联储信任 美联储也经常给他喂料 他判断美联储的动向是公认是最准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怎么描述的 他报道的标题是通炸温和 为9月份的降息敞开大门 你看这个就传递了信息了 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放缓至3.0% 进一步延续了近期物价上涨放缓的趋势 不包括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价格上涨了3.3% 那么环比呢上涨了0.1% 那么总体物价的3.0和核心物价的这个3.3都比上个月有所下降 而且呢低于经济学家们的普遍的预期 因为周日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的预期 它明显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 那么又一个非常温和的通胀 为9月份降息打开了大门 特别是如果美联储的官员得出结论 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 要么减少持续通胀的潜在的来源 要么面临进一步不受欢迎的疲软风险 那么投资者目前预计美联储不会在7月30日至31日的下一次会议上降息 因为官员尚未公开试图就这项举措达成共识 你看这个他就透露内幕 就7月份不可能降息 这次会议的一个更大问题是 官员们在多大程度上为9月的降息奠定基础 今天的报告以及6月份价格的两个附加数据非常重要 因为他将是官员们在7月会议之前掌握的最后一份价格数据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文康明斯的观点 他说我们确实看到了相当急剧的放缓 这无疑增强了美联储的信心 周四的报告可能特别令政策的制定者感到安慰 因为他显示住房成本在疫情后大幅上涨后正在放缓 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长期以来一直预计住房通胀将会放缓 因为新住房单元的租金已经下降了1.5年 而最新的报告可能会提供令人欢迎的确认 即官方通胀指标现在正在捕捉这些发展 今天数据也显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经济已经降温 不足以引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主要担忧 但足以使美联储官员改变语气 他们越来越多的谈论经济放缓过多的风险 即通胀仍高于2%的目标 最近的家庭消费建筑支出和服务业数据都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 这拖累了对截止6月的3个月经济成长率的预期 就是GDP的预期会比经济学家们的这样一种推测可能会低一点 那么好的一面是今年雇主平均每个月持续增加超过了20万个就业岗位 但6月份的失业率也从年初的3.7%升到了4.1% 总而言之这表明劳动力规模正在增长 部分原因是移民增加 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正在缓解 那么这篇分析报道在最后结论的时候呢 他又给自己留了些余地 他这样描述的说周四的报告只是对上个月的价格走势的首次评估 供应商的价格报告将于明天发布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随后将被纳入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 即将于7月26日发布的个人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 所以他提示呢明天的供应商价格报告 以及7月26日发布的这个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这是美联储最看重最关注的通胀指数 要等着这两个数据出现以后 才能够巩固市场对通胀的这种形式的判断 那么LT呢今天还注意到另外两个信息 也值得网友们关注 一个呢是今天这个数据发布之后 美元指数应声而跌 就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主要货币 那么高盛在今天第一时间他就发布了一个报告 高盛的报告称做空美元的窗口期很短 就目前呢是可以做空美元的 但是他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呢非常短 他这个呢是对他的客户的提示 也是对货币市场干预啊 他希望表达的一种立场 那么他这个时间窗口有多长呢 高盛今天呢他这个报告窗口的截止日期呢 就从现在到11月份的大选 就这个期间他认为是有可能美元贬值 但是过了这个区间 你如果再做空可能风险就会很大 那么另外一个信息呢也值得网友们关注 就今天美国通胀数据发布之后 在其他货币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变化过程当中 日元变化最大 日元今天应声涨了2%对美元 但是呢要提示网友们的是 这个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通胀数据诱发了人们对美联储 9月份会降息 而导致的这个美元指数下降 其他货币指数相对上升 日元这个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 这个希望在日本生活或者关注日本经济的网友要关注 就日本的几大银行目前的集体发出呼吁就要求日本央行大幅削减每个月的购债规模 就央行购买这个国债他向市场释放出来的是日元 也就是说在增加印钱增加货币的供应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让日元一再贬值 现在其他商业银行集体呼吁央行应该减少这种购债的规模 那么日本央行的还没有完全表态 但是日本社会出现这么强烈的这种呼吁 市场认为呢 日本央行会采纳这些建议 那么日本央行如果减少了购买国债的规模的话 减少了货币的投放的话 那么会促使日元升值 再加上今天美国通胀这个数据 它也会导致美元贬值 促使日元升值 这两个叠加让今天的日元呢 就大幅升值2% 那么未来一个时期日元还会有剧烈波动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2024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副标题是 我们的年度排名 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比较经济体 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呢 还是比较权威的 因为最近呢 俄罗斯宣布呢 他进入高收入国家 中国呢 这个林大师啊 国师说 今年中国进不了高收入国家 明年肯定会进 那么究竟这个高收入国家是怎么划分的 目前哪些国家高收入国家 那么经济学人呢 似乎想以正识听 他文章这样描述的 将国家分为富国和穷国 可能很困难 GDP等指标受到人口规模的影响 人口越多意味着产出越多 但仅仅根据人口进行调整是不够的 每人的美元收入并不能够解释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 例如即使转换成美元之后 巨无霸在某些地方的花费也会比其他地方更多 他也没有考虑生产力 就每个小时的工作总产出 实际上是劳动效率 因此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各国的情况 经济学人通过三种衡量标准 对各国的富裕程度进行了排名 他一种方式是人均美元的收入 就人均收入 第二是根据当地价格调整以后的收入 这个就是中国俄罗斯很喜欢的购买利评价 或者叫PPP 第三是以每小时工作的收入 就你各地方的工人 全球各地的 你每个小时收入多少 这个是硬道理 他通过这三种方式来排名 那么他就文章就列举了 以美国为例 分别以三种方式排名 看看美国是个什么名次 以市场汇率计算 一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全球第一 但以人均计算 他就跌到了第六位 所以他认为要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 第一种方法就是人均GDP 那么用人均GDP排 美国就落后在卢森堡 瑞士等国家滞后 卢森堡是第一 瑞士第二 那么第二种方法 用中国俄罗斯很喜欢的购买利评价 这个来测算 美国能排第几 如果用购买利来测算的话 美国就降到了第九 就从第六降到了第九 那么如果用每小时的收入来计算 美国就降到了第十 就从购买利评价第九降到了第十 那么中国用这三种方式来测算富裕程度 是个什么结果呢 中国人均GDP呢 去年末就排到全球的第六十九位 如果用中国非常喜欢的这种购买利评价呢 更低就跌到了七十五位 如果按工作时间每小时的收入来计算的话 那么中国的排名呢 就跌到了九十七位 那么全球排在最末一位的是布隆迪 样样倒数第一 这个布隆迪这个国家不知道是个什么 什么样的国家 他这三种算法 他都是第一 那么倒数第二的是塞拉利昂 倒数第三的是中非共和国 那么经济学人为这篇文章呢 他也配发了三张图表 相信了这种分析方式排列的顺序 中国官方媒体他不会报到的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美国持续一个时期的日门政治新闻 那么这个新闻呢 可能很多美国以外的网友不关注 LT为什么要推荐大家了解这个新闻呢 就这个新闻 他会让你更多的来了解美国的政治的现实 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就是 梅伦德斯宣布他的复活 然后他坠入爱河 副标题是 陪损团就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 第二次腐败审判进行审议 就这件事持续在美国很热 它是一个什么背景呢 他是美国参议院资深的这个参议员 民主党籍的资深参议员 梅兰德斯 他成为美国近十年政治腐败啊 一个焦点人物 他躲过了一次指控 腐败案的指控 他又接着又去犯新的事 所以这个案子呢 你能够了解看看美国的官员是怎么腐败的 华尔街日报报道呢 首先回忆意 他第一次逃脱这个指控 是在2017年 他在奥巴马时期 就任职时期 他的腐败就败露了 但是呢 这个法庭省来省去 没有找到非常确凿的证据 就2017年呢 虽然结案了 他躲过了一劫 但是就像勤普森案一样 就美国舆论 大部分认为他就是受贿了 但是呢 你具体证据没有找到 他躲过一劫 2017年 那么2017年 他的腐败案结束之后呢 他就开始于一位出生于黎巴嫩的迷人的女性约会 就成为他的新的女朋友 那么他结识这个新的女朋友之后呢 又开始犯事了 那么这次犯事犯什么事呢 就是黎巴嫩嘛 在中东 黎巴嫩的一些复杂的一些国际关系呢 就牵扯到埃及 那么埃及政府呢 就找到他这个参与员这个女朋友 让他帮忙给埃及呢 增加援助 就通过游说 增加援助 那么美国呢 有合法的游说公司 人家不走那个路 埃及人呢 就通过贿赂 这参与员的和他的女友 那么由于这个参与员呢 他的智商很高的 他的反侦查能力是非常高的 就上一次 美国FBI花了十年 都没有锁定他 那么这一次 FBI呢 做了很用心的这样一种侦破 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段描述 同样在2019年 这对夫妇和哈纳在墨敦牛排馆与埃及官员共进晚餐 他的律师称 这家餐厅是梅兰德斯经常光顾的地方之一 这位参议员每年大约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250次 自2017年以来 梅兰德斯的竞选团队报告 在该餐厅的消费超过64000美元 这群人在餐厅的露台抽雪茄 梅兰德斯为他的同伴盗了红酒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 在酒精的推动下 谈话变得越来越大声 那么旁边的这个用餐者看似正在约会的情侣 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那么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作证时说 两个人当时是为了监视参议员的一位用餐同伴 就监视那位埃及人 没想到梅兰德斯出现了 两天后 梅兰德斯帮了一个忙 哈纳一直为他的亲征业务从埃及 寻求利润丰厚的出口合约 尽管他的在该领域没有经验 梅兰德斯致电一位美国农业官员 该官员的机构对该合同可能造成垄断 表示担忧 梅兰德斯告诉这位农业官员说 停止干扰我的选民 就他呢说我是参议员 我那个要挨近人做生意啊 那是我的选民 那么这次审判 能不能够逮住这个梅兰德斯呢 坦率来讲啊 就华尔街日报分析啊 还很难 因为他们采取了很特殊的策略 就这个梅兰德斯这个参议员呢 他这个新女友啊 大概也是五六十岁了 他这个新女友查出了这个乳腺癌症 然后呢 这一对男女呢 他们就提出一个策略 就所有的事啊 就你质疑的事 所有的事都是这个女友在做的 这个梅兰德斯毫不知情 就即便如此 这个他这个女友也不承认是受贿 但是事呢 就是说与埃及人谈的事 给埃及人帮忙啊 这些事都与梅兰德斯无关 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 他反映了美国当前 对这起案件的一种舆论情绪 就你明知道这是一对啊 违法的人 但是可能呢 又会眼睁睁的看到他们逃脱 那么LT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事件呢 因为腐败在每个国家都有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事件呢 实际上这个事件呢 是让美国以外的网友呢 能够了解 就美国官员的这种腐败啊 他这种方式呢 是有普遍性的 就美国官员 国会的议员腐败啊 他们的腐败渠道很少 就像习近平讲的 不能腐不敢腐 但是在外交领域的腐败 是一个啊 非常流行的腐败渠道 你包括老布什家族 接受中共的贿赂 也是通过外交渠道 那么外交渠道 怎么能够挣钱呢 就是帮别的国家拿到援助 那么别的国家呢 就会来感激你推动 这个援助形成的一些国会议员 那么国会议员呢 他也有分工 你比如说梅兰德斯 他也是外交委员会的 他也有理由来推动 所以这个让这种腐败呢 就变得非常隐蔽 你很难说他是为了工作 还是为了腐败 所以在对美国国会而言 最大的腐败领域是外交领域 那么有的网友会说 那为什么不是外交部的腐败呢 外交部也腐败 但是呢 美国管钱 不管是国内的开支 还是国际的援助 都是国会批准 所以真正能够在外交领域的腐败 除了国务院的人腐败以外 这个国会议员呢 是外交领域腐败的主要运动员 所以你包括土耳其 包括卡塔尔 包括沙特 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代言人 在议员里边 他们都搞定了各自的代理人 他们远远超出了这种什么院外游说 你包括前两年大家知道的 美国与柬埔寨已经交恶 柬埔寨已经完全投入中共的怀抱 但是美国仍然执行之前的承诺 给柬埔寨修建一个军港 修完之后 军工的当天 人家柬埔寨就把它拆掉了 而且这个事呢 在美国没有任何波乱 因为有人怕这个事 让美国民众知道 他显然就是有些人在里面腐败 那么前面在这个军港建完 明知的关系已经恶化了 还仍然要投钱去建 建完了之后 眼睁睁看着把它拆掉 这个里边 谁对这个事负责任 但是很可悲 这个事呢 在美国呢 又被一笔带过了 有媒体质疑 但是没有引起共鸣 所以梅兰特斯这个案子呢 能够让我们看到 就是美国在对外交往 全球合作领域 是他目前的官员腐败的 最重要的场所和渠道 在美国国内的这个行政执法 他法律监督非常严的 你很难像中国那样的 给你批个贷款 给你批个土地 这个是做不到的 就是谁都想辅 但是没有机会辅 那么外交领域 国际合作领域 是美国当前的腐败现象 最严重的地区 第四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中印之间呢 又发生矛盾了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的计划投资十亿美元 加快印度东北部的 阿努纳恰尔邦 修建十二座水电站 那么这也是 莫迪新的政府大手笔 那么这个阿努纳恰尔邦 在哪呢 就是在于中国接壤地方 而且呢 在中国呢 被称为藏男地区 就中国认为那是中国的地方 那么印度呢 宣布要投资十亿美元 这个对印度来讲 还是具有的投资的 那么你跑到在中国 认定的地方要修水电站 那中国方面当然会反应 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林健呢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藏男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印度无权在那里进行开发 在中国领土上 建设阿努纳恰尔邦 是非法和无效的 那么中国外交部呢 他不仅说这个水电站是非法的 说你要称为那个州啊 都是非法的 那个不叫你印度的州 那个是我们中国藏男的 那么藏男地区呢 大约有九万平方公里 如果大家可以做一个想象的 它是与现在浙江省的面积 是一样的 那么上周 印度的外长与中国的外长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参加上和峰会 外长会议的时候呢 两个人呢 还做了一些友好的表示 但是会议开完 这又起冲突了 那么另外一件 有关印度的新闻呢 也值得网友关注 就这一次啊 印度总理莫迪跑到 莫斯科与普京的搂搂抱抱 这个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的非议 但印度媒体呢 今天呢就在为莫迪呢 做一个辩解 他印度的媒体呢 也不敢公开支持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那么今天印度媒体 怎么帮莫迪来辩解呢 他说莫迪这次到 莫斯科去见普京呢 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是要人 要什么人呢 就印度啊 有一百多个人被中介骗 说去俄罗斯找工作 结果呢 都被骗到了乌克兰战场上 替俄罗斯打仗 那么这些人呢 就在网上发视频 说我们是受骗的 我们也回不去 因为签了合同 现在俄罗斯人也不放 而且呢 也打死了13个印度人 在乌克兰 所以这些人呢 要求印度政府救救他们 那么印度的反对党 就拿这个事攻击莫迪 所以这一次莫迪去莫斯科呢 一个主要任务是要解救 这一百多个 替俄罗斯当炮灰的印度人 LT看到这个新闻呢 就联想到 现在也有一批中国的 这个俄粉 这个还不是被骗 当然也有个别人是被骗 但是在网络上 比较知名的几个人呢 他们都是俄粉 自己跑去当兵 现在后悔了 想回来 但是人家俄罗斯人不让回 他们也是求助于网络 求助于中国政府 能够救救他们 这个新闻出现之后呢 可能习主席就有压力了 你看莫迪能够救印度人 习主席会不会救中国人 当然了 LT认为习主席啊 不仅不会救这些中国人 可能还会埋怨这些 抱怨的中国人忠诚不绝对 帮普京就帮到底嘛 中国舆论的可能 也不会像印度舆论那样 去敦促习主席的 向他的好友普京要人 所以莫迪找普京要人这件事 会不会在中国的 网络舆论当中 引起一点点涟漪 这个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德国资深的一个报道 报道标题是 德国将从移动网络中 移出华为部件 德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同意 在2026年底前 重启核心的网络中 移出华为和中兴的部件 到2029年底 将清除网络管理系统中 所有的中国制造部件 德国在2029年底以前 从本国的5G移动网络中 移除中国零部件 从而结束了多年的争论 这场争论令德国在解决 美国警告的一个关键 漏洞方面远远落后于盟国 知情人士说 根据政府达成的协议草案 德国主要的电信运营商 已同意在2026年底以前 从核心网络中 移除中国制造商华为 和中兴通讯的制造的组件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称 已决定采取措施 确保该国5G无线网络 关键部分的安全 但不予详细说明 德国电信也不予自评 华为德国发言人 也不愿意做回应 中兴通讯暂未回复 要求自评的电邮 那么报道中称 从英国到瑞典 再到波罗的海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 已经禁止中国零部件 进入其电信网络 分析人士称 上述决定将使德国 与其他欧洲国家保持一致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有一个观点 与网友分享 中美国起诉华为 要求欧洲国家拒绝华为 那么至今呢 有接近五年的时间了 你看这五年时间 就这个世界 对华为的态度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实际上呢 它也是整个西方世界 对中共的立场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那么西方对华为来讲 就是脱钩 就你如果要找一个脱钩的例子 那么西方对华为 就是全面脱钩 那么这个案例 它会进一步发酵 就未来脱钩的 不光是一些信息产品 可能还有更多的 涉及到安全领域的 与中国相关的产品 都要与西方国家脱钩 德国是最不情愿 做这种脱钩的 但是也不得不做出这种脱钩 所以LT看到这个新闻的感受 就两个事脱钩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两天 日本媒体和中国媒体都在议论 一位中国游客去登富士山 然后死掉了 这个还是很奇怪 因为富士山并不高 三千多米 那么这个事议论了一天 中国的舆论就遗弃了这个事件了 那么今天日本的媒体 把这个事又炒作起来了 就日本的电视台NHK 他们打探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说这个爬富士山死了的这个人 中国人还不是个一般人 是一个中共的领导干部 这个领导干部是58岁 是任现职的领导干部 而且认为是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那么这名58岁的中国领导干部 是与他的妻子一起去登富士山 而富士山的登山步道 是今年7月1日才开放的 一开放人家就去登山 在登山过程当中 这名领导干部就感觉身体不适 但是在登山小屋休息之后 人家决定继续登山 那么直到再次发生身体不适 失去意识 那么当天晚上送到救护所 医师当场就确认死亡 那么NHK报道 就这名中国领导干部 全身装备都很现代化 就登山装备样样齐全 那么今天日本媒体都在猜测 这名领导干部是谁 不知道中国的网络舆论 有没有人议论这件事 或者有没有渠道了解 这名领导干部是谁 所以习近平讲 对官员怎么严格要求 是什么八项规定 这玩出人命来了 第七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 报道标题是 中国流亡商人工贵欺诈案 进入结案城池阶段 就工贵的案件 现在被国际主流媒体 越来越关注了 他所谓的结案城池阶段的结束 是指双方的律师 庭上的询问 法官的询问 检方的指控 辩方的申辩 这些都结束了 这些都是表演给陪损团的人员看的 那么这个城池结束之后 剩下来的就是陪损团 他们来合议 然后做出表决 也就是说 这个审判的大部分环节 都已经结束了 剩下就是陪损团来定罪了 那么为什么要分享路途社这个报道呢 这个还是想让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了解一下 工贵他是怎么辩护的 因为现在从美国官方来讲 工贵呢 从这些粉丝里边忽悠了10亿美元 这个是证据非常缺拙 第二呢 他用这10亿美元呢 很多就做了个人投资 买了豪宅 买了高档消费 这个也是证据非常缺拙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工贵怎么来辩论呢 或者怎么来辩解呢 我们了解一下看工贵啊 他的辩护律师 以及工贵 他的底层逻辑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比如说 检察官对工贵的指控 就是你骗这些支持者 说让这些支持者是投资 而且呢 都会发财 为什么要做这种欺骗 因为你投资嘛 一定是有风险的 你要更多的强调风险 而且检察官呢 拿出工贵的这个演讲视频 保证都能够升职 都能够赚钱 你这个 为什么要做这种欺骗 那么他辩护律师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他说啊 让投资者辩富啊 这个是对中共的嘲讽 你不要理解错了 你不要认为是工贵 骗这些粉丝 让投资者辩富 因为中共呢 是让人们变穷 这个让投资者辩富呢 这种说法本身是向中共宣战 而且呢 工贵辩护律师称呢 就他这种说法 这种举动 是要告诉人们 告诉社会 他们可以在没有中共的情况下 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东西 这么一说呢 你说这个 忽悠别人捐款呢 投资啊 这个事就变得一种非常美好了 当然了 这个说辞呢 关键看 陪损团的人理不理解 买不买账 但是呢 LTA感到很惊奇 就是他这种啊 比较夸大的这样一种广告啊 能够联系到一种反共 他这个辩护律师啊 或者他这种辩护的底层逻辑啊 这个还还是很奇特的 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中国和美国啊 今天都广泛议论的一个新闻 就中国前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 近日表示 美国衰退论不符合实际 误错误认知 崔天凯这个观点呢 之所以引起了中国美国舆论的普遍议论 是因为崔天凯这个观点于习主席讲的 东升西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眼镜加快 时和事在我们一边 跟习主席那一段呢 宏大的叙事啊 哎 有点冲突 有点不合拍 那么崔天凯什么时候讲这个话呢 在哪讲的呢 是真的假的呢 那么崔天凯这番话呢 是在上海科技大学 2024年毕业典礼上演讲当中讲的一段话 那么这段话 媒体引用的来源呢 是上海科技大学官网上刊登的 崔天凯演讲当中指出 最近几年 美国本身发生了不少 让美国精英们死料不及 老百姓很难理解的事情 全世界 包括美国人 都在重新认识美国 现在连华盛顿 都以不再信奉过去的华盛顿共识 历史终结论 本身也走向了终结 他说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 迷信美国盲目崇拜 显然不是科学客观的认识 但另一方面 如果认为美国将一蹶不振的目落下去 也是一种片面和绝对化的认识 同样不符合实际 不符合客观规律 崔天凯演讲中称 美国确实有很多问题 很大问题 但它的军事实力 金融实力 科技创新能力 文化影响力 依然是世界上领先 他认为美国的发展 演变 使经济 政治 文化 人口 自然条件 等各种因素 形成合力的结果 其进程往往是螺旋形的 对他的认识 应该全面 立体 不能简单化 绝对化 甚至是一厢情愿 需要警惕错误认知别人 结果往往误导自己 这段话 在中国的体制内的舆论当中 就显得非常另类 实际上这种话 在中国的这个知识界 很多人都在做这种提醒 就中国的知识界 普遍是有一种认识的 就习近平的过高的估计自己 过高的估计了中国的实力 过早的与美国对决 这个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危害 是非常大的 但是没有人敢出来 制止习近平 就即便崔天凯这个演讲 他首先还要高举习近平的口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 LT认为崔天凯的这个提醒 是对中国的国家的 根本利益是有益的 但是显然 他的这个观点 与习主席的豪迈又不合拍 我们也可以观察看看 中国国内的舆论 对崔天凯的这番言论 有什么反响 最后与网友一起分享 路途社的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 坦率来讲 对一般的网友理解来讲 是有一点难的 但是它又非常重要 就中国的这个人民币 中国央行就陷入一个困境 就大家生活在中国的 可能感受更深 从去年以来 就中国的经济 疫情后呢 很难恢复 中国的消费呢 一直是比较低密 人们希望呢 中国的这个金融政策 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增长 能够为改善这种消费预期 做一些努力 但是中国央行呢 一次一次让市场失望 那么为什么央行 这么消极对待中国的 这样一种宏观经济形势呢 路途社他这个报道啊 他看到了大多数国际主流媒体 没有看到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LTA也认为呢 是中国的媒体 绝大部分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就中国央行怎么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为什么累次让市场失望 这个不是他的稳健或者是他的保守 他这个里边也有他的难言之隐 所以路途社这个报道 为什么说他的水平很高呢 他报道标题 大家听一听 就中国央行陷入了政策困境 就央行自己啊 被政策陷入一种困境 什么政策呢 谁能管住央行呢 现在只有习主席能管住央行 你看他是怎么来分析的 至少交易员现在肯定知道 中国人民银行的立场 中国央行在披露准备介入和出售长期政府债券一周后 他将开始干预短期债务市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这些举措应该有助于完成该机构的任务之一 保持稳定的货币 但他可能会以牺牲起其他主要的指令为代价 促进经济增长 就他开头他就讲一个什么事呢 就现在啊 央行对有一件事很积极 只要能够稳定人民币 币值的他都愿意去做 但是呢 其他的事他就不敢做 你比如现在要触及经济增长 或者是要提高就业 这些呢 央行他不愿意去做 什么白名单 就李强急死了 那个白名单 央行这个他不愿意做 他愿意做的稳定货币 那么你如果现在去考虑经济增长 就意味着要降低利率 这应该是对保持稳定货币呢 有相关的影响 那么降低利率呢 首先将降低政府债务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这些投资者最近几周 一直拥入其中 寻求安全的避风港 然后连锁效应将使买家 将资金用于更有成效的用途 问题是这实际上意味着 向那些陷入债券 购买狂欢的交易员们屈服 打赌中国央行别无选择 只能放松货币政策 这还需要拒绝 习主席连年初表示的 中国应该努力 作为金融大国的两个核心要件 就是央行 他不能够拒绝这些东西 就是中国社会 包括国际舆论 希望中国央行 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 做一点事 那么路透社分析 央行不可能去做那些事 因为他受习主席的两个要求 绑死了 锁死了 就习主席对人民银行 有哪两个核心要求呢 第一 是要求把人民币弄成强势货币 所谓的强势货币 肯定强 强不起来 强势货币 全世界得承认 那么对央行来理解来讲呢 他要让习主席满意呢 就是让汇率稳定 币值稳定 所以这是一个捆住了中国央行 第二呢 习主席要求人民银行 要建成强势银行 这个就是习主席讲的土话 掌牙带刺 这个呢 央行呢 他通过金融监管局呢 那个角色呢 可能也在实现这种强势央行 那么真正捆住 潘工事捆住中国人民银行的呢 就是习主席讲的强势货币 那我不管你在世界强不强 在中国得强 那怎么强呢 那只有动用央行的所有的资源 来让人民币看起来比较强 那么路透社他也做了一些回顾 说人民币最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自2022年3月 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来 美元汇率已经贬着了10%以上 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已经贬了10%以上 这时起交易接近低谷 中国银行的新举措 可能会有所帮助 这些包括临时债券回购 或反向回购操作 以确保银行系统的合理和充足流动性 这将收紧利率交易的范围 使央行有更大的控制权 这将是近10年来中国人民银行 首次部署这些规工具 银行预测的资产负债表 禁留以及最新两笔举措 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那就是中国央行不可能降息 那么陷入困境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困境 因为要强势货币 这个是习主义使命令 强势央行使命令 那么路透社他最后呢 结论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公胜 只能够寄希望下个星期 举行的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党中央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就他现在已经没招了 他被锁死了 谁能为他松绑呢 现在他只能够期盼下周啊 这个三中全会 看能不能对他进行松绑 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很难理解的新闻 而我听得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 就第一个观点 国际舆论一直在热议中国的央行 为什么不愿意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而动用一些货币政策的工具 那么舆论分析 包括LT的分析呢 更多是在倒推它的合理性 央行不做总有央行的道理 那么推断出哪些道理呢 可能说中国现在不怕经济增长慢 或者中国有把握实现它5%的增长目标 那只能往这个方向来理解 那么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呢 就让我们看到更本质更严峻的问题是 习近平把央行的手绑住了 把潘宏顺的捆起来了 就习近平的两个目标 第一强势货币 第二强势央行 这个就把潘宏顺锁定了 锁死了 把他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封存了 这个是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新颖 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观点 就央行按兵不动小打小闹假摔的根本原因的是习主席画了两个圈 而这个发现还是很震撼的 第二个响运网友分享的观点 就习主这两个圈画的对不对 或者这两个绳子去绑潘宏顺 这两个该不该绑这两个绳子 而我听认为呢 从长远来看没有问题 哪个国家都想成为世界的强国 那么货币强势 央行强势 这个理论上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 对于中国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 要不要这么强行的把货币定为强势货币 这个就值得探讨了 或者说这个要求呢 有点早了 有点武断了 就大家看看日本 日本到了今天 他为什么不愿意做出一种强势货币的姿态来呢 日本当然有日本的算盘 因为他的金融政策 货币政策的出发点 落交点 还是在就业和经济发展上 如果就业需要 经济发展需要 落实货币又何妨呢 而中国今天面对的是房地产危机 而且危机呢 才刚刚开始 中国官方舆论呢 一再再探讨是否见底 实际上那个很可笑的 现在国际主流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这场房地产危机 至少要持续十年 那么你处在这样一种危机状况下 怎么解决这个危机 货币政策怎么来帮助解决这个危机 庞公胜不考虑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这个怎么来解决 现在没有人来考虑这个问题 借薪还救 推迟地方债的爆发 在由于房地产危机 地方债务危机 促成了金融的危机 这个怎么来防范 这个金融危机 现在都没有人来考虑这些深刻的问题 现在习主席就使命令 强势货币 所以即便是目前的7.3左右的 对美元的汇率 也是中国央行花了巨大的代价 来维持的状况 所以LT认为习主席这个远大理想没有问题 包括中国梦 你说都没有问题 就你现实的目标 怎么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当前的国际环境 采取的更聪明的办法 这个是值得琢磨的 LT认为呢 这个就是习近平好够勿远 给中国的这种货币政策带来一些额外的风险 第三个想要网友分享观点 就路透社他这篇文章分析来分析去 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呢 最有价值的地方 他指出一个我们多数人没有看到的现实 就央行行长潘工胜 面对这种窘境困境 他也无能为力 他现在只能够烧香拜佛 他只能够期盼 这次三中全会会不会给他松绑 这个是唯一的出路 这个也是其他媒体没有看到的 所以LT认为路透社这个文章 他还是很有水平的 不显山不露水的 他把中国金融的尴尬狼狈 他做了一个全景性的透视 那么这次三中全会会不会给潘工胜松绑呢 会不会给中国人民银行松绑呢 LT判断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之前LT与网友分享过彭博社的一个报道 就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国经济存在问题 有一些关键的方面呢 受习近平侠持会一些制约 但是彭博社打探到的消息呢 是习近平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政策很满意 并不是外界感觉啊 有很多困难没解决 你包括从去年年终到现在 这个通说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这个人习主义不着急 因为形势很好 并不是认为像经济学界 认为中国经济啊 遇到困难 所以你如果他的判断跟你的判断完全在两股道上 你去指望他做重大的政策调整 这个不现实 所以LT认为呢 三中全会等不来松绑 三中全会之后 潘公胜仍然会只在一个方向 如起袖子加油干 在哪个方向呢 在落实习主席的强势货币这个方向 他敢去动用一切的手段 那么在其他方面他仍然会畏锁畏脚 那么会不会哪一天突然习主席又收放自如 他醒过来了 他希望用更聪明的货币政策 这个也不排除 因为习主席经常会这种收放自如 但他收放自如的这样一种机制方式 是有很大不确定性 没有人知道他哪一天收放自如 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最后落脚点呢 他还是帮潘公胜在烧香 还是在算命 等待习主席出现奇迹 等待习主席收放自如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